我比子丹能打 我比那个范少皇能打 我比子丹能打 我比范少皇能打 我比他们都能打 为什么他们演的角色比我要重 世行宇这段话可不是口出狂言 曾经在拍摄功夫时 他凭借过人的腿功 把三个五十踢口土白墨送进医院 在世系时一角把周星驰踢飞机名员 刘德华在看了他的功夫之后 想拜他为师 世行宇到底有多 2003年 世行宇接到朋友的一个电话 说周星驰正在招武打演员 叫他去试试 到了剧场面对镜头时 世行宇拿出了生平最擅长的腿功 他刚演示不到一半 周星驰便突然喊停 就在世行宇以为自己已经被淘汰时 没想到周星驰上前一把握住他的手 当即就拍板 决定苦力强的角色非他莫属 据说为了这个角色的选角 周星驰面试了200多个演员 但始终找不到满意的人选 直到世行宇的出现 让他如获之宝 世行宇功夫了得 但平常训练都是完真的 到演戏时就不知道怎么做假动作 结果一个失手 把在场的一个武师踢飞倒低口吐白沫 直接叫救护车送进医院 接着又上两个武师 也都挨不住世行宇一脚 就晕了过去 世行宇后来也回应了 好家伙 只用一腿就直接给人干倒在滴口吐白沫 世行宇这腿弓简直了得呀 世行宇还透露说 这件事完全属实 并且在圈内传的 很开 既然世行宇功夫如此厉害 一向爱好中国武术的周星驰 也有了性质 要跟世行宇过过招 世行宇又是一腿扫过去 周星驰直接飞到几米外倒地 把在场的众人吓得脸色苍白 好在事先做了防护周星驰没有受重伤 他很欣赏世行宇 亲自教他武打西腰怎么把握力道 和动作怎么样才显得逼真 世行宇很用心地学习 最终在功夫中 为观众呈现了 精彩绝伦的十二路弹腿 大战斧头帮百人的场景 让人看得热血沸腾 世行宇能够在电影中 将十二路弹腿展现得淋漓尽致 其中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本人就是货真价实的腿工高手 在周星驰的功夫里 那个剧中打架的场面让人叹为观止 当时这部电影大火 圈内人不光知道 他差点把三个五行给踢走 还知道他和真子丹 在导火线片场拍打戏时 打着打着就来真的了 两人的那场打戏 让观众看得只呼过瘾 可谓是拳拳到肉 隔着屏幕都能体会到 他们身上承受的疼痛 戏里有一个实行语 被真子丹打倒在地的镜头 虽然他身上背着威亚 但并没起到什么作用 实行语被打成这样 真子丹也好不到哪儿去 据说他直接被实行语 给打歪了腰骨 实行语12岁便出家进入少林寺 得道德杨禅师的精心教导 加上他天资聪颖 他练就了一身的好武艺 他还曾经代表少林寺武僧队 访问东南亚和欧美各国 在爱世界各地传播少林武功 直到现在我们还能在网络上找到 当年他在国外表演铁不扇的视频 因为他的好武艺 他年纪轻轻便在武术圈内 有一定的名气 一次偶然的机会 世行语在上海功夫剧组中 A星爷一眼选中 这才开始了自己的演艺生涯 为了报答周星驰的知遇之恩 世行语心甘情愿地跟着周星驰 这一根就是十几年 之后在周星驰的帮助下 世行语的路越走越宽 出演了功夫后 他更是与真子丹 古天乐 成龙等举星合作拍摄了电影 虽然是配角 但他没有一丝倦怠 拍打戏时也不用替身 全都亲自上阵 多年的摸爬滚打 让他在镜头前积累了不少经验 也知道该如何在技步踢伤对方的同时 又可以把那个动作的力量 美感 发挥得特别极致 2013年 世行语再次在周星驰的电影 细有降魔片李出镜 他饰演的 A斗五行拳 虽然没使出什么招数 就被孙悟空给咬死了 但他却甘愿在周星驰的电影里 当个小小的配角 毫无怨言 2011年 在电影《少林寺》中 饰演惊空的世行语 更是用自己的功夫 征服了剧组所有演员 听说当时在片场 就连刘德华都要向他请教功夫呢 当年怀揣着对李连杰的崇拜 和对梦想的渴望 12岁的世行语决定去少林寺学舞 起先 因为年龄太小的原因 少林寺并不接收 世行语用了狠 狡猾的一招先进了武校 之后在12岁的时候 进入了少林寺学习武术 被师傅收入门下 自此在少林寺待住脚 而世行语也是一个不怕吃苦的人 再加上自身的天分有很高 才学了每多少年就被选中 成为少林寺的代表 去各个国家进行武术表演 并再去访问那些国家 可是这些 从来都不是轻轻松松 就能够完成的 在少林寺度过了11年 而这11年里的每个日日夜夜 都是留着努力的汗水度过的 那时候寺院的条件 也没现在的好 住的简陋穿的朴素 吃的也很简单 一天到晚能歇息的时间也很少 每天凌晨4点半起床 有时候到晚上11点 甚至是12点都要练功 可即便是这样 世行语也没打过退堂股 他日复一日的练功 学习 13岁才得到方丈赐语的法号 行语 就这样 他在寺院一带就是11年 多年的刻苦成就了他顽强的意志力 而好在岁月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世行语得到了上天给他得奖励 不仅打遍了寺院的师兄弟 还代表少林四五僧队打到了国外 给外国有人展示了中国功夫的魅力 后来世行语风情云淡地说起 当年吃过的苦 功夫就是要靠日积月累 每天这样重复地去训练 你才可能达到一定的造诣 听起来简单 但他那些苦却是常人无法想象的 因为之前说过自己比真子丹厉害 所以大家都喜欢挑事 总是反复问他这种对比性的问题 但老是那么大言不惭的话 是会被人诟病的 于是在后来的一次采访中 被问起和真子丹谁更极高一筹时 世行语终于稍微谦虚了一点 但大家都从他的话语中听出来了 意思还是真子丹打不过他 那世行语如今哪里去了 世行语现在已经42岁了 有人也会说 年纪上来了 身体是不是也不行了 继续拍武打之类的身体 肯定会吃不消的 确实 世行语拍戏的频率在减少 都快要淡出观众的视线了 演员可能就是这样的 最开始出道的时候没有人认识 慢慢地靠着自己的努力积累了观众员 后来又慢慢地淡出大家的视线 除非是特别经典 特别特别地出名优秀 大家才不会忘记 可是能做到这样的人也不多 最后都会有新生的演员 新兴去取代之前的老演员 可是啊 不要忘了他啊 因为世行语马上又要参演一部电影了 这部电影 是有一部非常经典的电视剧改编的 大家都说 世行语世纪李小龙 李连杰 成龙和真子丹后的第四代打星 虽然他不如前几位那么有名 但作为一个演员 他的敬业精神和演技不输老息骨 而且他的重情重义 在演员中也是较为难得的 所以才能够深受大家的喜爱 所以希望世行语能继续保持下去 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作品 也希望导演们多给他一些机会 这样的人值得演主角 带来 m 感谢观看